国人咖啡喝很大 行政院消保处和消息会共同呼吁民众 到店家外带咖啡多使用环保杯 不然到了2040年 塑胶垃圾流向海洋的量将是现在的三倍 2050年的时候 海上的塑胶会比我们的鱼类还多 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环境 都会因为受到更多的影响 进入到我们的这些人体 还有我们的生活环境 所以他就建议大家尽量的 在现在开始就要身体力行 来减除塑胶的这些污染跟使用的机会 国际消费者协会将今年3月15号 世界消费者日的主题定为杜绝塑胶污染 消息会和消保处也邀请多家连锁超商业者 出席记者会来为愿意响应减速生活的消费者 提供更多折价方案 他们回去以后会在三个月内 选定他们指定的时段 会推动这个特别的优惠 那么他们对这个计划的响应 当然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变成是一个 长期性的 常态性的 另外我们政府机关 例如消保处 我们还会利用别的方式来配合这个活动 比如说我们会找企业精英者 比如食品的企业精英 一次消费性的餐具少拿的话 可不可以连餐饮业者不只是饮料业者 各方各个业者都能够配合这个活动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努力去做 根据统计 国内已有九成以上的连锁饮料店 针对自备饮料杯的消费者提供折价方案 消息会强调 响应世界消费者日是国际性的大活动 如果能得到更多企业和民众的支持 将能让台湾在这方面的国际能见度大为提升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 陈国伟 台北采访报道